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 主要在做哪些研究 顧名思义我们就是做环境变迁 所以其实我们分成四个组 一个是人为气候变迁专题中心 一个是空气品质专题中心 另外还有一个成立一个海洋能源中心 会成立在南部在台南沙沦那样的地方 那第一个四个组是做永续科学的研究 那我是负责人为气候变迁专题 推估未来的全球融化之下 全球气候会怎么的变化 同时跟国内的团体合作 然后去协助去推估台湾未来气候变迁的状况 你曾经在我们的记刊里面有特别提到说 你们有预测台湾在2060年可能就没有冬天了 那如果没有冬天台湾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所谓没有冬天呢 就表示说夏天非常的长 所以夏天可能最糟糕的情况可以长达七个月 冬天可能就没有了这样子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态 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的周遭甚至我们用电 都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所以可以想象说一个没有冬天的年代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夏天 就是我们可能有些现在的一些农产品 可能到时候就 就没办法很顺利地生产出来 或者要迁移到比较北边的地方 比如说荔枝 或者是像我们珊瑚 就会受到这个白化影响 因为水温太热 我们水到产量也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太热的话呢 对健康不太好 这又是又热的话呢 劳工不适合在外面活动 所以可以活动时间变得非常短 我们电力需求会增加很多 我们开冷气不在什么六月到九月 可能是以后四月到十一月都要开冷气 然后我们现在又要节电 我们又要非核家园 然后我们又要减碳节能 所以其实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影响其实蛮全面性的 老师有说到 其实全球对环境议题都非常关注 这样的关注 其实真的有帮助到我们气候变迁的问题吗 我想是有的 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其实是 从气候科学家的角度来看 其实五六五十年前 我们就大家都提出来 我们前面都提出来 可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因为这个问题就像水族氢化一样 或有人叫做犀牛现象 你都没有感觉到它 感觉到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大家只有到最近这几年 因为气候或极端的气候 跟极端的天气 影响尤其在国外 影响太大了 所以才引起这个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这个重视 然后人民的这个反应也蛮激烈的 很多这种NGO团体 包括那个瑞典女孩Garetta 她出来做这个抗议 他们的瑞典政府没有作为 形成的一个全球风潮 再加上剧烈天气的影响 终于也有像在2015年 大家很清楚就首次通过巴黎协议嘛 所以各国政府要加上民间的推力 大家真的很积极地往这个方向走 至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头啦 我想要邀请你分享 你认为目前在气候变迁上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 简碳 然后调试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其实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里面 第二次报告就开始提醒了 现在大家都在简碳嘛 全球要简碳 台湾也要简碳碳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调试非常重要 因为气候变气后科学家告诉我们 1.5度C暖化是避免不了的 甚至我个人觉得说 到四季末到2度C以上都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各国的行动通常不会这么快 而且呢 温室效应是非常长远的 不是说你今天简碳碳以后 温度就会掉下来 不会的 到了四季末还是1.5度C 甚至呢 到了两三百年之后 还一点多度C以上 所以影响是 大家在直属孙孙的 所以其实是说 我还必须要去重视调试 所谓调试是说气候变迁会带来更多的 热浪啊 干旱啊 野火 或者这个在台湾不是特别严重 可是会影响到全世界 而且这会影响到我们 那会让这个降雨变得更急更大 那这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造成这个淹水啊 土石流啊 对环境破坏很厉害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环境 更能够更耐栽 以前我们讲防栽嘛 减栽嘛 避栽嘛 现在已经是这些可能都没有用了 你就要耐栽 就是气候韧性的意思 你要让你这个社会呢 你融合我们的周遭环境 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在栽 自然栽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挺得过去 所以我想这个是 简单来讲就是 简碳 它要规模够大 速度要够快 这是最近那个 约翰杜尔的书啦 它叫Speed and Scale 就是这Speed up and Scale up的意思啦 那包括我们调试也要Speed up and Scale up 都是要的 因为其实时间是非常急迫的 大家讲2030年这个关卡 我们只有不到十年时间 不管你简碳调试 包括调试后我们都作为了 不是今天做明天就可以完成了 包括我们环境的改善 然后我们建筑物的改善 我们那个都市的改善 可能还有好几十年时间 所以你要需要预先规划 所以就是 这两件事情要立即做 要立即去思考 所以简碳的同时 不要忘了 留一半的力气做调试 我想这个大家经常听到 就是说危机也是转接啊 那其实从这个 因应气候变迁全融化 现在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思维出现 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社会运作方式出现 其实这里面意思说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机会 我们从来以前没有想到 都有机会 这个机会可以从个人到 企业到政府 都会是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从一个 正面去思考 不要想说它 会带来多大的灾难 会的 但是我们只能透过灾难 简单讲 来让我们活得更好 让我们更有机会 所以就是说 大家讲就是说叫做 简碳叫救地球嘛 调试叫护台湾嘛 那我会讲就是说 去开发 去创造你的机会 还要成就自己 那有这样动力的话 我想简碳 调试了 才会做得快又顺 谢谢老师的分享 然后要请老师 帮我们做个结尾 跟大家说再见哦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继续订阅 我们这个科技面影 然后记得按赞 听说还有一个小铃铛 是不是 来看一下小铃铛 鼓励我们这些 辛苦的工作人员 还有科技部呢 能够继续做更好的 这个专辑出来 谢谢大家